踩着金属支架爬上数公尺高 抢下撕烂俄罗斯国旗 另一边从政府大楼高空抛下一堆国旗 乌克兰在东部立曼又击退俄军 反攻号角再度响起 连民间面包店也加入支援 在水和瓦斯不稳的情况下赶攻供应前线 专家认为俄军明显取局下风 普京现在处境困难 前俄罗斯石油大横透露 普京动用核武恐怕不是说说而已 奥斯丁警告 普京确实有可能想使用核武打赢在乌克兰的战争 但至今还没有核战开打的迹象 TVBS新闻纵不得